我们继续来关注第十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本届电影节的七位评委中 有四位来自我们中国 分别是李雪剑 秦海璐 吴京和郭帆 他们有的是观众心目中永远的影坛长青树 有的是眼而幽则倒 一直在破纪录的票房保证 足见本届天坛奖的含金亮 在第十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 很多人因为李雪剑老师的这段发言热泪盈眶 李雪剑荣获了一座特殊的纪念奖杯 这个奖杯是他用一生兢兢业业的演员精神换来的 雪剑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不只像个老大哥一样 像一个父亲 每当你看到他一个新的角色出来的时候 你都觉得让你吃惊 只要一看到他你就想哭想流泪 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 此外李雪剑在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 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 评委会主席 他对一个好演员有着特殊的评审标准 合格的演员 要合格三点 一 人性 二 一 三 三 适 三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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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 1990年上映的电影《焦育录》 是李雪剑的经典代表作 他曾直言之所以能演出 焦育录身上那股子劲 与自己前期充分的做工课查资料 不无关系 而即便是如今 这位头上有着金鸡 百花 梅花 飞天 华表 金鹰等等 数不清奖项光环的演员 依然秉持着最初的习惯 演戏啊 拍摄钱 这么好了 这么透了 引导摄影机前的 我特自信 努力刻苦钻研人物心境是一方面 对自己严格要求的李雪剑 还力求在外表上也做到契合 其实我的条件并不是特别好 并不是特别像 因为渴望刚拍完 那时候胖 为了瘦 我一个月又掉了20多斤 我是协议书记 也正是这种近乎吹毛求疵的自我要求 让1999年上映的电影《横空出世》 成了李雪剑心里一辈子的痛 我跟着党在战火中长大 从来还没踏过什么 《横空出世》这个司令 是在出了名之后拍的 那么为什么我拍这个角色就想不到减肥了 我这一辈子 我这心里头就有这么一个结 我为此而感到羞耻 我也觉得就因为这个胖 我永远对不起观众 今年68四的他演过近90部作品 塑造了很多经典的角色 比如渴望中的宋大成 水浒传中的宋江 邵帅中的张作霖等等 我是来个发生的 我总觉得 我发生了有什么保护的 我去运力了 我看了不知道 我其实跟他有简单 我去运力了 我会去运力了 在近几年的采访中 李雪剑因为患病的后遗症 必须带上大大的助听器 才能正常与人交流 尽管如此 却依然也没能阻止他 对演戏的热爱 到了拍戏时不能带助听器 听不清搭档说话的李雪剑 就默默把对方的台词 也全背了下来 在明年即将上映的《流浪地球2》中 我们也会看到李雪剑的戏份 他曾在采访中说 他要演到眼不动为止 有趣的是 《流浪地球》的导演郭帆和演员吴京 也是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评委之一 在媒体见面会上 两人甚至就无精片酬的问题相互打趣 很奇怪啊 每次一道锅翻译预算都不够 这次又不够了 他给我给我片酬 我还得听他 我本来是抱着一个感恩的心 去跟金哥说 我们这次钱一定得退 但是结果拍着拍着呢 这个预算又紧张了 所以目前还是没退 这第二次 所以你说 那一定会可以啊 一定会可以 真的一定会 郭帆作为新生代导演 作品不是特别多 但是实力不容小觑 《流浪地球》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这部电影不仅票房大卖 还获得了不少的奖项 地球一定可以活下来 分离休眠舱 准备撞进 休眠舱逃生系统启动 联合政府 通知全体地面工作人员 紧急避险 第一次作为国际电影节的评委 郭帆表示是奔着学习来的 我是很紧张的 因为我历过浅 所以我其实是一个影迷的心态 来做的一个行为 电影所表达的 其实核心就是人文情感 所以这些过程之中 共情非常重要 所谓的电影好好看 其实就是共情有没有 而吴京近几年可以说是佳作频出 《战狼一》和《战狼二》 创下票房传奇 什么样的角色 能够达到我的目标跟理想 军人 我要拍一部 要让男人看了 更想做真男人的电影 要让女人看了 就更喜欢纯爷们的电影 本来他在《流浪地球》中 是客串角色 演着演着不仅成了主演 更是成了投资人 他在第一次《流浪地球衣》 帮助我的时候跟我讲 如果说我们在这集 如果有比较成的话 接下来如果你再碰到 需要帮助的人 你也一定要出手去争取 那么我们就继续地 把这个 部署的这个方式 去传递下去 我觉得这是 金哥给我上了 非常重要的人生的一课 《长津湖》 《我和我的父辈》 等一部部好影片演下来 让他对电影 有了自己独特的评判标准 作为一个观众 我要先让我 我让我笑了 让我哭了 让我感动了 让我深思了 那作为评选标准来讲 我可能我的标准是 真实和 这个故事真实和虚构之间的 平衡 这个尺度的把握 而对于秦海露来说 曾多次担任国内 电视电影节的评委 对于国际电影节的评审工作 这已经是他的第七次了 我觉得好的作品 它是由内而外的 想要去表达 他的一个意图 他的一个理念 那么观众其实是 他会看到你的真诚 或者是说看到你想要表达的东西 自然而然他就会说 在市场上有反应 秦海露是业内外公认的 演技派女演员 曾获得多项国内外大奖 他出演的《红高粱》 《老酒馆》 《全崖之上》等作品 都是有口皆碑的好作品 这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评委 各个都是眼光独到的实力派 想必他们评选出的作品 也是含金量十足 记者习超超 李扬采访 段文良编辑报道 文字幕志愿者 李扬之上